到医院呢动结扎手术怎么还会怀孕呢 好 桃园这位呢张先生跟老婆已经有三个小孩了 决定呢自己到医院来做结扎 没想到手术之后隔了三个月 这老婆又再次怀孕了 他质疑这医院手术不确实 去的要医院给个交代 做结扎手术 那居然做完结扎手术之后四个月 我老婆居然又怀孕了 拼命做了结扎手术 张先生和老婆却再度有了孩子 让他气了质疑医院手术不确实 我现在做完结扎手术之后 居然还有7700万 这个合理吗 太不合理了嘛 那这医院这是什么医疗品质 半年前张先生到医院做结扎手术 完成后医生特别叮咛 要在完整排出20次体育后回诊 确定没有精子才算完成 张先生没有回诊 今年9月和老婆在没有避孕情况下 发生性行为 10月初老婆确定怀孕 让他气得投诉媒体 我白白挨了一刀啊 当然啊 然后我老婆更惨 那把这个孩子拿掉啊 当然拿小孩是很伤身体的 在这个手术做完之后 我们都会要求病人 在两个月到三个月之后 应该要回来做一个 重复医院经历的动作 十万病尿科医师 男性结扎属于小手术 十分钟完成不需要住院 但考量到生理状况不同 必须再完整排出体育 20次以上到医院做复诊 手术才算完成 张先生手术后 没有做好后续动作 老婆才会再度怀孕 院方无奈 只能提醒手术的男性朋友 医生的话真的要听 否则白花前事小 多了一个无辜的小生命 麻烦可不小 追求黄柱 黄佳麟 桃园采访不到